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WOWOW XC90 这个信息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现在一共有 四个不同的选项 最上面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 地图了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USB 然后是我们 电台啊什么的 有哪些有Spotify都可以支持 最下面主要是来联系我们的iPhone 比如是iPhone把它接上了 接完之后他就问你是否愿意接受 好这个时候 就起到一个mirror作用 你基本上大部分的app都不会支持 只有少数的app会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呢 就是设置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进到setting里面 这里面有好多 主要是一些customize 你自己个人喜好 音箱 导航 播放那些median的 还有一些蓝牙和wifi的 这个重点要提一下 就是这个communication里面 这个蓝牙的问题 还有那个wifi的问题 它本身呢 它自己是需要数据才能支持的 我们现在手机上大部分都有数据 我们可以直接连接到手机上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先把我手机上的 我们先试一下啊 我把我手机上的数据共享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往这里 connect vehicle to mobile hotspot 这个时候已经连接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手机 然后它可以搜索到在你附近的 有些什么wifi信号都可以连接 一旦你连接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看这边 它有好多不同的app 这些都是build in的 就是它本身自带的 zoom in 其实这几个app呢 都没什么用 像weather什么的 我们手机上都能看的 何必要跑到这上面看的 也没什么意义 对吧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loading还挺慢的 然后我们要看是什么呢 主要是我my car里面 这边呢主要是调节你的屏幕的亮度啊 主题啊 什么的 接下来这个主要是比较有用的 这个就是安全模式了 最安全的那些全部都是卧卧 天天在做广告的 怎么样保持你的方向盘 如果你走偏了 它可以让你自动纠正 还有路上有什么路牌信息啊 还有如果说你驾驶的时候 突然犯困了 它也会主动提醒你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时候把一个音乐换一点啊 我们弄点背景音乐出来 比如说我要连接到我的手机上呢 其实这个东西要这样子跑过来 Apple Pay 我们国产的这个QQ Music其实挺好用的 我看一下我下载的音乐 随便弄个音乐放一下 这都是小孩的音乐 好我们听一个阿虎的 放点背景音乐出来 好 其实这个屏幕呢 它本身的那个touch呢 怎么说呢 在驾驶的时候呢 你是很容易分心的 因为这个touch screen呢 你什么东西都要通过这边 比如说我想调个温度啊什么的 你都得通过这边 现在安神有个规定 开车的时候不能分心驾驶 你只要手碰了一下屏幕 警察看到了 300块的发单就跑不掉了 现在我们还有介绍一下这个median 这里面可以播放FM啊 卫星电台啊 还有这个video video的话我得说一下啊 其实我们的USB里面有video的时候 它是默认可以播放的 大部分情况下 但是一旦你连接到了你的iPhone之后呢 你就没法播放了 比如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这个USB 它scree out的 就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连上了我的iPhone 所以说你就看不到了 有些朋友可能买完车之后说 我的USB怎么不工作了 其实你只要把你的iPhone 把它disconnect掉 马上USB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高清的 马上就可以播放了 是不是 好 介绍一下大概 然后 我们再回了 这个时候如果说把我的手机 就重新再连接一下啊 我把我的iPhone再连接一下 这个时候它应该跳出来 对了 它就问你 你连接完之后呢 你就不能USB了 我就说好 可以 那就用我的Apple吧 就没问题了 然后 就跑回来了啊 因为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控制 那个暖气啊 冷气啊 自动的加热方向盘啊 这些 其实没什么用 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驾驶员和副驾驶之间 不能同时调一个稳度 我每次都要左边调一下 右边调一下 然后第二排第三排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通过中央控制 用驾驶员来操控把它关了或者开了 但是温度是调不了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啊 还有就是系统 系统的话 我们这个drive profile里面 就是你可以自定义你自己不喜欢的驾驶模式 每一个驾驶模式呢 都可以attach到你自己的那个fab里面 就是你那个汽车 汽车那个锁里面 那个钥匙里面 比如说像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就把它全部sync到我自己的那个钥匙里面 这样我一上车我就不用调整任何东西了 唯一有一点不好的 那就是我这个 如果我喜欢eco mode 就是省油模式的话 其实它每次上来就是一个comfort mode 你没办法让它自动 就是说一直我启动以后就是eco mode 没有 所以你还是要手动调一下 接下来我们是什么呢 时间 语言 说到语言呢 我们大部分的说起这个语言 我想到一个笑话 我当时去买车的时候 这个sales跟我说了一下 他说这个语言里面 就因为你们里面有了一个中文 所以当时来一个 中国来的一个中年男子 跟他说 只要你这个车能够显示中文 我就下单 所以他当天就下了单 所以我们这个中文有多强大 只要有中文人家就能马上就买 这是一个题外话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信息 对 基本上没什么其他东西了 还有一些个人的时间设置 什么的 climb control也已经介绍过了 音响 音响的话 因为我这个是比较basic 没有没有那个加那个比较高档的音响 所以说其实调整不调整意义不大 就是简简单单的加一点点低音啊什么的 没啥东西 还有一点要介绍的 那就是有个灯里面 其实这个灯呢 花样挺多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里面 好回来 my car 有lights 这个lights呢 就是可以控制你的外面的灯和里面的灯 里面的灯呢 你还可以调节不同的颜色 比如在这边 这个灯的主题颜色呢 其实也 有些人喜欢看你个人吧 有些人喜欢调一调颜色什么的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阅读灯的颜色啊 它只是一个主题亮灯的颜色 外部的话就是一些迎宾灯啊什么的 多少时间让它自动关闭啊什么的 也没什么可介绍的 基本上每个车都差不多 它这个 说起这个系统 我大概查了一下 有个16G不到一点吗 可能12G左右的存储空间 我本身波车很清楚 它这个系统到底占了多少 可能两个G三个G的样子 应该也是Android based 关于如何升级的话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到这个 哦 还有一些软件可以下载 download center 这里面你可以更新你的系统 也可以更新你的application 你自己下载过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app 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新的app 都是比较局限性的 这边还是什么呢 哦 这个还有一个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driver performance里面 就这个 这个是告诉你现在这个 你平时的驾驶习惯 一些数据的分析 这个数据分析呢 最后能够做到什么呢 它就是跟你手机上的 有一个app 叫做volvo car 这个可以think 你就可以知道你现在这个车 每一段 你就是一个driving behavior吧 你每一段 比如说我这个上一个trip 开了多少时间 然后我的大概的 从哪里出发到哪里 然后大概 油耗11.3 这个我开的比较多了 像我之前早上开的时候 油耗可能就低一点 因为看你路上 10.7你看这个 这就是还好 因为我用的是eco mode 东西的话大概就这么多 这个我们的信息系统里面 还有什么东西要介绍的呢 哦 蓝牙蓝牙的话其实也简单 就是pair一下就可以了 一旦你来连好了就好了 但是我一般的话 我都没有连过什么蓝牙 因为我都是用的数据线 所以问题也不大 我们再看看这个 Apple CarPlay音乐 切换来切换去 它有的时候音乐就停掉了 这个也是一个弊端 再来一下 这个时候又来了 要是将来有更多的APP 能够支持 比如说看个电视什么的 这些APP能够支持 那就方便了 有的时候车停下来 中午看个电视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webbrowser 他不支持 你也不能说我要查个网页什么的 这其实它跟若果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主要是苹果公司是否支持 大概就介绍了这么多 好 可以了 谢谢 开始了吗 好 现在还有一个东西要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驾车的系统 往左边移和右边移的不同的地方 往这边移的 把把这个在靠右边那个主要是APP这些 然后 往左中间呢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中控台 再往右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驾驶语可以调整的一些 function吧 这些function 我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吧 这个就是自动的 这个 启动停车在红绿灯的时候 反正你只要车一停 它马上就帮你把发动机熄火了 升点油 然后这个 park in park out 这个就是自动趴车系统 其实这个自动趴车系统好不好呢 我们回头再录一集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本身试了一下 不是太实用 因为很多情况下它都会miss掉 更搞笑的 有一次我在这个park in的时候呢 其实它边上就是一个人行道 它以为是一个parking spot 它就让我去park 所以很容易就把人给撞死 你说它安全吗 根本就不安全 然后你说的camera 因为我没有标配五个camera那种 我就一般的camera 所以你马上就能看到一个camera 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在车库里录的这个东西 因为外面风太大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汽车 这些主要都是一个安全模式 包括你 怕出警告 你那些汽车在开的时候 如果边上有人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你可以打开可以关闭都行 然后路上的信息 然后左右两边反光镜上面 会提示你是否边上有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灯 自动的帮你调节 你在改改变切换路线的时候 它帮你看一下 有的时候像这个比较实用的 这个干嘛用的呢 如果说我们犯困了 车如果说偏移了 它就自动帮你矫正一下 这个好像我记得是65公里 如果你的时速低于65公里 它就是人为的认为 机器就会认为你是人为的可以控制的 它也不会帮你矫正太多 当然路上如果说你的画线不是特别明显的情况下 它也不会给你矫正 还有什么没了 基本上就这么多 说到那个第二排第三排的那个座位 我们这个可以 我又搞不清楚这个我 我得回头要问问他们车厂 我每次把它enable之后 它自动就disable掉了 你看它自动就变了 我再来一次啊 把它enable 你看好它马上就又disable掉了 这个就是副驾驶的位置 我说到那个看又调掉了 还有就是什么呢 那个我们的 想要调一下风口 出风的方向 按一下这个 其实你说好用吧 你还行 点一下点一下都挺方便的 但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每次还按这个 一个步骤被警察看到就惨了 比如说调个温度 我这边是驾驶员的温度 我往上去一下 往上去一下都没问题 但问题是我就想调一边 然后两边都把它think一下 我没看到有think这个function 一般的话应该是可以think的 我看看啊 这边是调后座的 第二排第三排都可以调 对空调 我们现在冬天也就算了不用湿了 这个是停车时候的 对没了 就是停完车之后 你可以加一个时间段吧 让它继续运行一会儿 这个我还要说一下就是这个start button 这个呢现在还不是很习惯 原先原先开的是那个x5 所以我每次先习惯性的跑到这边去按一下 永远跑到这边去按一下按不到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把车关了以后 其实你看啊 如果我把那个车熄火之后 有些地方它就全部gray out了 就说这些东西现在调不了了 只剩下这些还可以调 好了就这么多了 好谢谢大家观看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VOLVOL 地图更新 地图更新在哪里呢 我们跑进这里 DOWNLOAD CENTER 进入DOWNLOAD CENTER之后呢 我们有APPLICATION UPDATE 我们只要跑到MAP里面就可以了 这里面所有的地图都可以更新啊 可以下载 这个是免费的 整个北美地区都没问题 上次去纽约我们还没有这个车 所以就没用到 里面有点很多 不,嗯,嗯 啊 我们就在这一盒里头